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漫谈人生大道 主著先佛为无极皇母大天尊 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 圣士 恭迎老母一驾临堂 命本堂扶神十里外 命本堂成皇五里外迎亚 其余神人及本愿众修士排班后驾 御林君主帅赵天君将 诗曰 克己立行池 修心感母慈 群离其向善 国满卖摇池 圣士 恭迎老母降丸 神人俯福 不得失疑 无极皇母大天尊将 义是 朱贤卿及朱儿女免礼 次作 第四章 处事的态度 处事的态度 其实是有传承的性质 华人社会着重伦理及理智 但灵儿却能在没有一套 制式的文字叙述中 完成伦理及基本礼节 不过纵然有一套文字叙述规范 也未必真正完成处事态度的传承 比如 现下众灵儿知识水平高涨 道德修养却无法随着水涨船高 反倒是西石木不是钉的灵儿大有人在 不过那些白钉却能知道伦理 长幼 孝顺等等 因而知识与道德并不是并驾齐驱的 知识与智能的分别 一个是后天学习 一个是从先天而来 但这个先天只是帮助完成智慧的气子而已 并无法真正代表智慧的全貌 在简言之 知识是学习前人所研究发展的文字叙述 智能是借由知识及自身磨练学习 才可获得的宝贵经验 或有说知是与智能哪个重要 其实二者都重要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态度 世间流传着许多格言及谚语 这些流传的文字 或者由长者口中不经意流出的话语 全都是经验的结晶 比如手捧孩儿才之父母时 又如要听哥哥姐姐的话 再如看看别人 想想自己等等 不登大雅之堂的谚语 其实已表现出伦理及大道之理了 如手捧孩儿才之父母时 即是教育同理心及孝道 听哥哥子子的话 是教育长幼有序 看看别人 想想自己 是教导三省无身 当然不用经过文字叙述 诸儿女从小到大 都已经尽如在伦理思想中了 解决红尘俗事 可以借由知识 也可以从经验的智慧排解 不过最要得的态度 乃是负责即面对自我 古时顺传未给予 在论语中谈到 正公有罪 无以万方 万方有罪 罪在正公 如此以身代替万民赎罪 负责的态度 便是现下朱灵儿所当学习的课题 而并非欲试推诿或唯唯诺诺 如果众灵儿能够明白处事的态度 负责面对自我 那么便会很容易思考到人生生死的大灾问 从此即可朝向光明大到羞耻了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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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